妹妹 槿菜 焗台培烟膳胝片 配巴黎燕蘑菇 配松露黄油汁 酱菜 上热牛排 甜品 冰霜 柠檬毯 酒吃特挑 程总为了提高紫禀酒店的 餐饮水准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特意邀请我来这么高级的四处 不过 这顿咱报销了吗 这事你不用操心 你就负责好好品尝 用心学习 可千万别跑去跟人家有发票 我今天穿得这么优雅 怎么可能去做这种 没有见过世面的事 我就提醒一下 饭钱不重要 好好享受美食 我明白 我一定会好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带着一颗谦虚的心好好学习 就算再难吃 我都会微笑地吃下去 难吃倒不至于 这家餐厅主厨梅森 之前在皇家家勒比号邮轮工作 十几年只服务于总统套房的客人 他长出的餐厅 被称为海上米其林 前年才回到苏海开这家私处 不到两年时间 已经做到苏海第一 很多当年的客人 大老板们 都不远万里地飞过来品尝 这么厉害 嗯 那我今天 就是顾老板了 好吗小陈 愿意为您效劳 好 先生 这是本店今日的限量特条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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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尝 小陈 你真该让酒水部的同事都来学习学习 其实紫巾也可以做一些特效给客人尝尝的 五性酒店跟私处还是不一样 五性酒店讲究标准 但私处没有标准 只讲究特色 不但菜品也要有独到之处 就连装菜的盘子也有抢救 甚至 桌子的高度 椅子的柔软度 灯光的明暗程度 乃至 整个餐厅的装修风格 都得统一在一个特定的审美之中 意思是 如果我想开一个餐厅的话 我还得先学室内装修 你想开餐厅吗 当然了 哪个厨师不想拥有自己的餐厅啊 要不然那个梅森在 加勒比邮轮 加勒比邮轮都干到海上米其林了 干嘛要回来开个私厨呢 看来以后 这得叫你顾老板了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要是那个时候你被紫巾开除了 你可以想着来投奔我 我会收留你的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来 喝 你给我在樱花酒店开键 明镜 不不不不 现在 你跟我一起去 就这样 好事变付 That's all I see That's all you're supposed to be